多嘗試幾次可以沒問題 大哥沒發話呀大哥直接打了不扯了 不是你第二次你就不能發力了你就斷了一塊 我都跟你說了你不管我打多少次你剛才就有多硬的 你就斷了一塊這兩塊啊你不管我打多少次 我怎麼知道你抓裡面的硬抓是不是有多硬 對不對不是你第二塊是多的 現在你就中間那一塊斷了就中間那一塊前面後面我現在不給你吃的就這樣我已經前面兩塊都沒斷我靠 最近交打也是學少林弟子妙峰上門打架寸拳高手功夫齊龍 交打他是開著直播然後是沒有打PK直接是 去專場挑磚頭這個磚頭肯定是沒有問題的但是最後綁的環節是功夫齊龍他自己綁的 不是這個圈子裡的主播啊 那個所以我對這個寸拳打磚 沒有研究透 我也缺乏學習 對於這個 綁磚吊磚的這個方式呢 也沒有深刻的去研究 所以我覺得我被 齊龍給算計了 今天下午齊龍綁磚的方式大家可以看到 他綁磚的位置是在整個磚頭長度的 最上方三分之一處 下面留了三分之二的一個長度 所以有這個長度啊 他就有力矩 這樣 磚頭中間而且綁的還是有縫隙的 大家可以清楚的看見 所以說這是為什麼解釋的 他一拳下去 第一塊磚沒有斷 反而中間那塊磚斷了 功夫其中就他沒有 懸空打快三塊磚 而是打壞了一塊 所以說這個就引來了網友的懷疑之聲 這就是 在比較長的這個例句下 兩個磚有縫隙發生碰撞 所以說導致中間那一塊磚 給撞斷了碰斷了 準確來說啊 他就是撞斷了 並不是 拳頭的力量給打斷的 包括吊打他心裏面也是非常不服氣的 他是懷穿著 八千塊錢去上門打架 最后功夫其中只是 打了中間的 一塊磚頭 他跟視頻當中的這種功力 形成了一個鮮明的對比 而且在我來到梅兜之前 我就給粉絲們講過 我說 這吊起來三塊磚 他能打斷一塊 是有可能的 但是三塊 直接一起飛出去 那是全國沒有一個人能夠做到 在視頻當中他是 一下就 把這個懸空的三塊磚頭全部打壞了 吊打他也是 吃一欠掌一智 下次的話 他準備再次打架的時候 把這個磚頭綁得更緊一些 然後剛開始第一次打架的話 他也是沒有經驗 我們大家可以探討一下 就是把這個 懸空的磚頭三塊磚頭 然後 只打壞了一塊 算不算就是挑戰成功 其實很多人都不相信 就是懸空的三塊磚頭 用普通的寸拳 就能夠打壞 因為很多人他已經翻出了 也驗證了我這個說法 還有一個 你們都說妙峰 比較厲害 其實妙峰 在找滿樓的時候 大家請注意 滿樓在打那個三塊端的時候 他是上下全部都綁了起來 很清晰的可以看見 所以說這個時候 他的難度是非常大的 基本上是根本就不可能打開 包括寸拳滿樓 他直接是 上下綁住的話 這樣的話難度會更大一些 根本幾乎就是 誰也打不開的 然後的話就是 上面綁住 然後綁的是沒有那麼緊 有一點空氣的話 很有可能打壞 但是今天下午 齊龍這個綁鑽方式 我呢也不太清楚 說實話打開那一瞬間 我也挺震驚 但是 我覺得 打開一塊 我也算是打假成功了 上次妙峰打假推全固狼 固狼是他是沒有 現場展示 但是開直播的時候 他是打這個 懸空的兩塊磚頭 他也是打了好幾下 都是沒有打斷的 就是大家知道這個 趁拳打磚 到底是不是真的 畢竟啊 他並沒有達到 他視頻的那種效果 可以說是遠遠沒有達到 他視頻的效果 是三塊磚在一瞬間 全部 一起飛出去 而今天下午 他 只打斷了一塊 包括當事人 齊龍他自己也承認 他說他的磚 比較好打 什麼鬼